第2章 无量寿启仙人 无量寿启仙人 你看 第1个林峰大师出家人 第2个是居士 无量寿启仙人 启仙人 也假释了个问答 问 林宗见佛 未是自佛了 未是他佛 由于切发中心想生 临终佛来接应 是不是我心里想出了地方 还是真的希望 希露世界阿弥陀佛来了 起这个疑问 起这个疑问 可能他就不能我死了 为什么呢 连功夫成全都破坏了 所以您您总是要注意一下 佛来了 一点疑惑都没有 一点分别都没有 真诚恭敬心起来应对 你就决定的是 疑这个疑那个 这什么原因呢 学教学的太多了 所以教学多了也造成麻烦了 分别之处 分别之处 所知障里头又加上烦恼障 这什么能去得了呢 亏吃大了 他若他佛真呢 那集成摩意 若自佛呢 那是想力所成 虚妄不识 云火往生 这个问得好啊 为什么呢 他真有这一类怀疑的人啊 这是菩萨左右啊 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出来了 答 自佛他佛 众臣戏伦 为什么 这分别之处 人物凉望 自他不一言 不但是临终 就是在平时 我们最好也能保住 不齐心 不动念 六根接触六成心结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如果能常常想到这个四句 真的落实 不知不觉 你的妄心就淡薄了 真心就信心了 心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凡处有想 皆是希望 你就能放得下了 不再知处了 祝福发生 战然常际 祝福的发生 没有现象 战然常际 战然是比喻 像水一样 干净 没有污染 平静 没有波动 心要保持这样 这是真心 有了染污 有了波动 那叫妄心 真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照进万法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妄心也照 照错了 因为这个水有染污 又有波浪 谁能照 没有办法把现象照得完整 都在那里动荡 那你就会认错了 一本愿故 感应到脚 这是说明 临终见佛 真正的人愿 说出来了 阿弥陀佛 有缘 念佛人 有感 就是有求 求佛菩萨来接应 那么佛菩萨就有缘 感应到脚 这个硬的语言跟因 牵连我们学过 感应的因 来硬的因 是自信 是自信 还原观赏 自信 清净 原人体 这个是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这是真因 缘 缘是 弥陀佛的本运 是我们自己 求阿弥陀佛加持的这个念头 这都是缘 所以 现象就现前 现象是果 所以这个现象 极自 极他 极自 是自信 自信 便利 极他 阿弥陀佛的便利 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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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信 无需 是现象 这个像 不是真实 为什么呢 那个像不永远存在 刹那之间 就没有了 你一到基督世界去了 有 弥陀佛的